新北市原住民个人理在 资商整合协助计划 今年进入第二年 主要提供原住民债务人 专业的法律辅助 不过在这个物资高涨的时代 二十二K的薪水 并不符合许多民众的期待 尤其旅居都会打拼的族人 就真的没有办法用微薄的薪水 照顾一家人的生计吗 就有一户阿美族的家庭 一家十一口 就算是一家之主 因商无法工作 却还是可以无后辜之忧的 在三峡文化部落生活 黎明山因商无法工作 且符合低收入户的资格 因此每个孩子 每个月可申请约两千六 至三千元不等的生活 今天七个孩子加起来 一家人每个月 还有政府所补助的三万元 再加上家庭代工 约有四万元的进账 不过这个罕见的例子 仅只有这一家 而至于其他在都会区 收入微薄的族人 其实也可以有减少每个月 固定支出的方式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节省 这个生活开支的方式 那其实新北市政府 这边有这个租补助的 这样的一个福利措施 一个月是四千块 那目前是已经是在七月二十二号 要开始受理申请 那一直到八月三十一号 请民众要把握这个时间 光是租补助一个月就四千元 一整年换算下来 就有四万八千元的补助 不过这个条件必须是要涉及在同一个住所 住满有三个原住民族身份的族人 有利于原住民小家庭 而另外还有更多的补助项目 新北市原民局也都有 未集成小册子 其实我们有很多这个急难救助 还有真理学前教育补助等等 这权益手册就是这一本 请大家跟我们原民局来洽询 陈科长表示 除了每个月四千元的补助外 零零种种的福利措施 若是全部实际的申请 起码一个月下来 一个家庭可以省下超过五千元的支出 族人不要忽略自己的权益 接着阿鲁玛耀新北市板桥三峡采访报道